荆棘之上仰望的人会看透风尘 在这善恶彼腹的城我与你共存 爱一束光透着鸿蒙指引我穿越悲伤 那一次的遇见命中固定是你 欲望将心抹去冷脚 嘲笑温情从不声唱 我偏要做这夜或少 不尽容量怕爱未扬 站在巨浪的重新风湿 我思想于是催马换起的烈肠 抬头遥望那些回不去的时光 眼前的火炬在祈祷 天越来越黑 路越来越长 我知道人行不能飙荒 敢乱世未亡 笔着雪涂浪 才有希望 你怎么又被抓起来了 我怎么知道 姑娘 现在只有你能救我出去了 你说我一个读书人 怎么能当奴仆呢 还让他们整天跳飞减瘦的 你赶快救我出去吧 怎么救啊 再把我买出去啊 你堂堂一个读书人 怎么能用金钱俗物来买卖呢 这简直犹如你的私文 玷污你的身份 况且你还是我的救命恩人 我怎么能干这种事情呢 那个 那些文人节气什么的 就暂时放一边吧 那个 你先把我救出去再说 行吗 没钱 公子又来了 你还买它 太好了 太好了 这回一口价 二百两 沐老板 我明明已经把它买了 你怎么能又把它抓回来呢 平均呢 你又平均吗 我跟你说啊 这回给钱就卖 给钱就卖 你还把它当宝贝了 你看 行吧 刚才的银量 我就当是买了头猪 你要是喜欢自己留着吧 我不要了 公子 公子 加点钱 加点钱 加点就卖了 还加钱 沐老板 我现在呢 没带钱 打个欠条去灭了 不不不不 哪有打欠条的 这这这哪有这么说 那沐老板可是你耍我在心了 就别怪我明显了 放不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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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赶快放人 回来了 这边 明天我就离开咸阳城了 你要再出事 我可真管不了你了 这些银子 你收下吧 你 你不是说你没钱了吗 谁说我没钱了 刚才在集市的时候你说的 我就是再有钱 我也不能傻到 每次都把钱给人贩子吧 况且我就只有这些钱了 都给你吧 那 你把钱都给我了 你怎么办 我不会有事的 要不是因为我 你也不会落到这不田地 你就收下吧 以后 行事多动脑子 谨慎一点 别多管闲事了 哦 对了 你 你叫什么呀 我姓 乔 我姓 乔 我姓梁 我叫梁绍青 我知道 你怎么知道 我们刚遇见的时候 你就当着我的面 还当着那些官兵的面 自报家门了 这样啊 对了 大魏官府的人 为什么要抓你啊 你不是说过吗 我是罐头 你说得没错 我就是罐头 我就是因为 偷的东西被发现 官府的人才抓我的 偷东西 对啊 你吃的东西 你手里的银票 全部都是我偷来的 怎么样 偷来的东西还要不要吃啊 我 跑 追 快 随 快走 果然不是寻常女子 怪不得是这么重的伤奸 这里已经到了边境地带 以后再想抓她 可就难上加难了 让她去 放我下来 放我下来 莫老板伪失凶悍 找了那么多人来抓我们 这百无一用事书生说得真没错啊 你这个人又蠢又笨的 运气还那么差 要不是你我怎么会受伤呢 我 你最好离我远一点 快走吧 走 走就走 你 快走 别锁手锁脚的了 别锁手锁脚的了 出来吧 我原来以为你是个男的呢 感情你是个臭丫头骗子呀 臭丫头 你的仇家不少吧 丢伤 走 别过来 再过来我就猜死他 承渊将军 九文大名啊 风四爷的名号才是如雷观耳啊 好你个小兔崽子 可以啊 我们都来到门口了 你也不出来迎接一下 架子够大的呀 外面无数双眼睛盯着 我若是亲自出府迎接 怕是不出一个时辰 你们的行踪就要被人查个底朝天了 将军一路辛苦了 请先休息 我为将军备下了美酒佳肴 将军 请 你们都退下吧 诺 请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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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属下知道 阿楚姑娘的行踪 属下已经派人去查了 一旦有消息 立刻传回 那个 封四爷 都说你混得不错 果然呀 今天这身伴相 要是走在大街上 我肯定不敢认了 我就是怕你们说我奢侈 特意找了这么一件衣服 要是知道世子来 我就找下人借一件 酷儿 起来吧 关于咸阳商会的事情 简单说一下吧 商会的会长叫刘熙 早年在燕北做过玄政官 与吴先生有一面之缘 后来他父亲去世 他回乡丁幽 恰逢此时 魏帝大破北朔 老侯爷惨死 北朔百姓实不存一 之后的半年 灾荒瘟疫 老百姓更加苦不堪言 刘夕不止魏帝残害忠良 再加上对燕北的感情 他变卖家产 卖粮卖药送往燕北 这么说来这个刘夕 倒是挺有良心的呀 后来为了支持保护世子 也为了重振燕北 在吴先生的安排下 以刘夕为首 创建了咸阳商会 除了刘夕自己 会中的所有人 都是由吴先生 精心安排挑选的燕北人士 然后派我前来 暗中为他们保驾护航 在吴先生的谋划下 加上燕北的人力 物力支持下 咸阳商会不出两年 就成为了咸阳第一大商会 这些人虽然出身贫寒 但没想到 在咸阳的富贵堆里待久了 他们却起了贪念 这半年来 他们以各种旅游聚焦钱财 甚至做假账 隐藏收入 转移身家 在刘夕的帮助下 我杀了两个人立威 一度他们老实了些 但一个月前 世子返出长安 一路杀回燕北 刘夕这个御府输舍 竟然认为世子杀气太盛 自己在助纣为虐 不肯再把账本交予我看 下面的那些人知道了这件事 更加肆无忌惮 有的还联络大梁人 企图转移财产 通往大梁 彻底脱离我的控制 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过 那也不危急 不过他们竟敢如此猖狂 刘夕一家现在已经被我控制 但是还没有找到账本 原来他们家有一个教书先生 刘夕就是把账本给了他 让他送去乌棚城的店铺里 我已派人去乌棚城的店铺查找 没有查到 我的人已经在沿路敦守 一旦发现此人 立刻拿下 只要拿到了账本 我们就可以和这些老东西 算算账了 好 这些事情办得不错 剩下的事情 就让承渊帮你吧 诺 就让他拿到账本 怎样 他说 是 很大 就算太坏了 我的观众 总看 他说 你把照片线 也不想 没有 那么 这个 一个焦书先生 据说咸阳商会的秘密账册 都在此人身上 不管这个商会背后 是大梁人还是烟被人 这个账册 都是至关重要的物件 公子 还有 早在很久之前 长安魏府魏光的人 就一直待在咸阳 与咸阳商会的人斗法 不过后来魏光死了 此事也就不了了之了 但是前不久 手下又听说 魏府现在的家主魏书叶 向皇上请旨 要来咸阳整顿商行 据说此事已经被应允 他现在已经到了乌鹏城 这个咸阳商会 还真是一块肥肉啊 你没事吧 好 小乔 这是我东家 让我送去乌鹏城的店铺的账册 耽搁好多天了 都没送去 要不这样你帮我收 收 收拾吧 干嘛 我怕我弄丢了 你没看我 不是 不管 你就帮我保管一阵 你把嘴闭上 让我休息一会儿 好 晓晓 我看你脸色不太好 你发烧了 来人哪 来人哪 快救救我朋友 来人哪 快救救我朋友 看死了 二神了 二神了 这有意思 这有意思 真好看 真好看 可不安 看这个 这也好看 真好看 我喜欢你这个 我喜欢的 真有意思 看 真好 大家都过来看看看看啊 都过来看看 这可是我们咸阳城啊 最好的奴婢 你点儿脱腿了呀 就是啊 大家看 对对对 你们的眼光都没错啊 看我看 都来看看啊 谁 这是咸阳城最好的奴婢 这位公子 您是来买奴婢的吧 真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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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救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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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没有其他病 救救我们 这不都在这儿了 救救我们 救我们 公子 莫非是看到星儿姑娘 你她的神手 应该不会在这种地方 公子 别手 难道没有合一的吗 让他们都买了 诺 老板 都买下来 都 都买下来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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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买下来 那我替你 还活着 看看 那这位 有道德 给他 多个许多 希望你先要 被他打到 谢谢 保住一条命就行了 一会儿还有一个大买主来 点名要买这女孩 受了重伤的奴婢 还有人点名买她 你 公子 公子 我去买起匹马 买一辆车 这帮姑娘总不能 跟我们跑回长安吧 老陆 公子 你不是说 你们有妻子吗 这些姑娘 就留给你老陆 老陆啊 可以啊 两天时间 妻儿双拳妻妾成群 不用送我们了 我们自己走 给你的小媳妇买点新衣服 照顾好她们 谢谢啊 公子 谢谢您了 您都保重 对 谢谢 船总管 您总算来了 您看了吗 人我都给您准备好了 马上就给您送过去 merchant总管 您看看 这都是挑剩下的 这都是好的 这都是刺的 都是老主顾了 我能骗您吗是不是 这是我要的那个姑娘 就是她 这个她摔了一跤啊 过两天就能活蹦乱跳的了 您放心 这是他哥哥 识文断字还能写诗呢 就这样吧 得嘞 来来来 快快快快 快 赶快赶快 都带走 谢谢詹总管 谢谢詹总管 快快快 赶快 快走 詹总管 您慢走啊 公子 快走 残虹剑 从哪儿找到的 在市集上面 就是他们家的 冤枉啊 我冤枉啊 大公子 刚才我跟这位小爷说过了 这把剑 它是我们家祖传的 你说我打小就拿着它玩 我再问你一遍 哪儿来的 小的说的句句都是实话 你到底说不是实话 不说别为你七爷手下无情 我 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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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子 这把剑 是我经过汤马岭的时候 在城隍庙的梁上发现的 小的一看这把剑就是好剑 肯定值钱就顺手拿了 公子 好啊 这位公子您又来了 谢谢您哪 今天把我们家姑娘都给买走了 我谢谢您 谢谢您哪 谢谢 我问你 有没有见到一个个子适中 连带圆圆 眼睛大大 而且会功夫的姑娘 哦 对了 她有可能受伤了 也有可能假扮成了男人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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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绝对没有 你享好再说 不是 小的真不知道他是您的朋友 小的有眼不识太胆 他在哪儿 刚被人买走 什么人 什么时候 也 就一入乡的功夫 出城了 具体是谁我也不知道 只知道他们家的管家姓詹 背马 诺 公子 打听到了 今天这两个车都要出城 都是走水路去乌坡城的 正好跟咱们一个目的地 以馨儿的身手 能被人贩子抓住 肯定是受了伤 我们马上赶去乌坡城 请求你 小乔 你醒了 这是哪儿啊 我们被人买了 这家人心地不错 把你的病给治好了 然后还留下了这瓶药 说你失血过多 这是补气血的 你去哪儿啊 我们在船上呢 我们在船上呢 怎么 伤好了 你是这家的主人 你看 我像吗 你腿上盖的 是鼠锦之城的被子 琉璃杯更是价值千金 就连喝酒的琉璃瓶 都是西式珍宝 而且你喝的酒 也不是普通人喝得起的 我本来以为这艘船 很大很豪华 现在看来 你真是一个低调内敛的人 这没想到 我随手买的一个奴婢 竟然如此地有见识啊 是随手买的吗 你真的不知道我是谁吗 不用这么惊讶 普通的奴婢 不过二三十两 好的也不超过五十两 您给我的商药 就单说是装药的瓶子 就价值连成 至少能够买十个奴婢了吧 你若是不认识我 又何必这么破费呢 如果我是一个心肠极好 不把身外之物当回事的人 一个连喝杯酒都这么讲究的人 怎么可能不在乎身外之物呢 而且这么晚了 不靠岸休息 反而还要传功扬帆 逆水而上 我可不觉得您是一个心肠好 体虚下人的主 果然是聪明啊 说吧 你受何人指使的 为什么要救我 有何目的 我若是不说的话 你是不是要用你手里的那把杯刀 把我杀了 告诉你实话吧 我对你不感兴趣 我也是受人所托 来寻找你的下 帮你一把 明日传会在乌蓬城靠岸 你就可以走了 你受何人所托 消策册皇子 消策皇子 我还有个同伴 我能带他一起走吗 那是你的事情 小乔 你慢点儿 你等等我 你慢点儿 书呆子 前面就是乌蓬城了 我们就此别过吧 这 就 就此别过 我还有正事要办 你老跟着我干嘛 是想要盘缠吗 那我告诉你 我也没有钱了 前面就是乌蓬城 你不是说你有认识的人吗 我跟着你不是为了盘缠 既然你这么看低我 那就 就此别过吧 你这 这个我给他 你 我跟你们说 你们别打我 你们要是敢打我 我朋友会来救我的 他武功可高了 别说你们这几个 再来一倍 都能把你们打趴下 臭小子 也懒得跟你废话 你 梁绍青 刘夕刘园外府上的 焦书先生 还给他管账 是不是 你怎么知道的 你这次去乌蓬 是为了送一个账本 我刚刚搜了你的身 没找着 说 你把账本藏哪儿了 这事你也知道 我什么都知道 所以你要识相的话 就把账本交出来 免得受皮肉之苦 你看你就不是什么好人 你要是什么都知道 你自己去找啊 臭小子 我 算了 算了 上面特意交代 咱们只要今天晚上 去天城州府 把人交上去就行 至于东西在哪儿 那也不是咱们管的 把人带走 诺 你们干什么呀 放开我 你们放开我 你们要干什么呀 放我出去 你们要把我带哪儿去啊 放开我 放我出去 放我出去 放开我 闭嘴 闭嘴 放了我 别闭嘴 坐进来 里面有银子 还有地址 你去这个地方 去找他们的老板 让他帮我杀一个人 努必该死 努必该死 不 不知道娘娘要杀谁啊 楚桥 什么鬼地方 天干蛇燥 三日未尽油水 好心人可否上口饭吃 蛇燥天干 光吃饭怎能饱肚 起码来点酒肉 有银两才有酒肉 银两有 没酒没肉就 只有往生其乐了 往生也不一定嫉弱的 往生也不一定嫉弱的 我家主人呢 想请往生营扮掉一个人 钱财多少东西啊 子娘 有 姐妹 我们也在你的心里 老师 买了一名武鸡 妩媚动人 今天晚上 就让他来照顾公子吧 瞧瞧瞧 天大人 不拜托您的事 还望您放在心上 公子大可放心 本官已经吩咐下去了 这几日到乌棚的客船 我都会严加盘查 一旦发现那名女子 下官必定会立刻汇报 有劳了 公子这边 公子啊 这就是温泉阁 新买的武鸡不仅武姿婀娜 而且还善于推拿 待会儿公子可以先泡个草 然后让他好好伺候你一番 风寒自然就会好大 公子请 公子请 公子啊 您就好好在这儿休息吧 护卫们都在外面候着呢 有事您招呼一声就行 你要好好伺候这位公子 诺 公子 好好休息吧 下官告退了 好 生日新不调 老师 老师 主持人 老师 什么 你 老师 说 一定会 老师 要的话 给本公子推拿一下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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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喜欢这样的调调 谁说不是啊 搞得那么大声 一下子从水石子扑腾到床上 超面好激烈啊 那女人迟来运转的 竟能攀缠咱们家公子 我好佩服咱家公子啊 七哥 七哥 想什么呢 里面那个是咱家公子吗 是啊 是啊 真的是 如假包换 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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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子肯定是被下药了 我得进去看看 七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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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别别 你行行好 咱们公子好不容易恢复正常了 你可就别进去捣乱了 这几年哪 我都怀疑咱家公子要出家了 就是 这女子是人才呀 咱得帮公子留住的 带回一场安全 有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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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哥 上梁不正下梁歪 是 你都爬上男人的床了 你正 你梁正 看什么 没惊心啊 再来 你 里面有人 怎么不早点告诉我 原来 这才是天成寿给我准备的美人 可惜了 可惜什么呀 是坏了你的好事吗 舍不得 是啊 这柜子里藏了一个大美人 床上却躺着一个母夜长 是个男人都会觉得可惜 原来你是个男人啊 那我怎么刚才听门外的岳位们说 你已经六根清净了 马上就要做和尚了呢 如果你再用言语来激我 我让你看看 我六根是否清净 流氓 你穿成这样来勾引谁留我 谁勾引你了 上哪儿去 当然是走了 不行 你放开我 不放 公子 公子 你还没睡吧 田成寿 身约到此 有何钥匙 卫书 叶公子到了 书要一起见个面 夜风吹乱月光 生如烛房 心有掩藏 谁忍下我悲惨 被命运折断了 翅膀 墜落神源万长 记忆被疯藏 这风雪多嚣张 就算在北间 它也不仰望 我会越错越强 这呼吸湿热 这心跳时光 一点一滴 酿一生一世的较量 我眼中光沢 点燃着希望 无论多想象 我云人情深夜着思考 灯火人世间陪伤 只有命运知道我所想 长路永远又怎样 我要满天心眼在滚烫 笑出天边里的光 与我重生天一致繁芳 彼岸在身旁 他笑出天边里的光 彼岸在身旁 无论多想象